主席,各位先请大家早,主席,我请盛主委。 主委,请。 我也早。 主委早。 主委,您在这个我们文件会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, 刚刚主委也提到这个2012年呢, 我们文件会将升格为文化部, 那么会综合许多在新闻局还有教育部的一些业务呢, 也会归到这个文化部里面来处理, 很有趣的事情是到2012年, 本席到时候是称呼您部长, 还是会有可能是称呼您盛市长。 炮委员,这个我大概知道后面是一定, 后面的不可能啊,我们应该是盛部长啊, 前面的也不一定啊,那么任重道远啊, 那么主委,我们言归正传啊, 提到我们这个文件会整个这个我们的施政的一个理念呢, 文件会提到朝向一个往下扎根走向国际, 那么来培育我们下一代对于义文的这个欣赏能力, 以及扩大接触我们义文的人口, 那么提到人口啊, 本期在此做一项的一个统计啊, 那么在97年呢, 我们全国参与义文活动的人口呢, 啊,在我们啊,全国人口2312万人里面呢, 只占到13万6千多人啊, 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低的一个比例呢, 平均每场活动出席人数只有2.7不到3人。 主委,是不是很离谱? 是,我想我们啊, 我们也都同意说, 现在我们参与人口, 参与义文活动的人口啊, 在数量比例上都是不够的, 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去努力的一个一个方向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低的这个参与力啊, 我想我们要检讨一下啊, 我们整个义文活动, 它为什么不能吸引啊, 是因为第一个原因,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, 很明显的, 节目太差, 吸引不了人, 表演太差, 对吧? 那第二个, 那第二个, 也有可能是一个, 呃, 人民呢, 对这个, 呃, 义文活动, 一想到的就是文化, 一想到的就是艺术, 给人家非常生硬, 非常的八股, 啊, 那么呢, 就对它有一种排斥感, 啊, 这个是呢, 我们呢, 呃, 要去了解这整个, 呃, 这个民众的一个心理, 对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一个文化活动, 艺文活动的一个, 呃, 第一个一个印象,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, 那同样的97年, 在各县市啊, 参与艺文活动的人口啊, 我们平均起来, 我们刚刚讲2.7不到3人, 是不是, 是以比例上来说呢, 只有0.59, 不到1个percent, 那么呢, 超过这个平均, 啊, 超过这个平均数的呢, 也集中在大都会区, 比如说高雄啊, 台中啊, 台北啦, 啊, 台南等等这些大都会区, 所以呢, 这个艺文活动, 啊, 的这个参与率的低呢, 也有沉香的, 沉香的距离, 所以呢, 这个艺文活动, 啊, 的这个, 的冷漠, 啊, 不止, 不止换寡, 也换不均, 在这个情况之下, 我想, 2012年, 我们将, 文建会将升为文化部, 当然, 这些是在组委, 您未上任之前的一个数据, 但是, 竟然, 啊, 您已经在组长, 这个整个, 啊, 国家的文化艺术活动的一个, 啊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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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这样子的一个事物的时候呢, 我想组委, 您应该是要, 盖瓜承受, 啊, 将来对如何培养基层, 如何让文化艺术走入基层, 如何去, 啊, 这个扩大接触这个人口, 在这个上面, 这个是, 啊, 艺术文化, 在怎么样子的, 啊, 在怎么样子的, 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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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个水准, 都需要观众去, 啊, 观众去欣赏, 没有观众就是表示, 没有市场, 那么在一个默默耕耘的情况之下, 我想会阻碍我们的创意, 是吧, 是, 啊, 在这几点呢, 我想组委, 您是不是有一个, 呃, 非常, 非常确立的一个目标, 在这样一个这么低落, 这么离, 离谱的一个, 啊, 参与人口情况之下, 我们要如何的提升这个, 啊, 表演的, 呃, 呃, 这个品质, 啊, 技术, 让基层能够接受, 我们又如何, 哦, 来治疗国人对于, 这个义文活动的这个排斥证, 您是不是能够设下一个目标, 让我们国人知道, 是, 谢谢委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, 那我简单报告一下, 其实, 我如果分长期的做法跟短期做法, 在长期做法的部分, 我们要持续的去, 这个加强生活美学的教育, 啊,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美学运动, 还是跟教育部的一些合作, 就是从小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, 以及在这个比较基层的地方, 能够愿意去体验, 愿意去接触这些义文活动, 另外我们又办理义文下乡的这个做法, 像去年, 我们补助了44个团体, 他们到了地方去长期驻扎在那边, 一个月, 然后那些活动都非常叫好叫做, 参与人数都很多, 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办理, 这种事比较长期去培养这样子的接触跟习惯, 那比较短期的部分, 那也非常感谢, 而且立法院能够支持, 我们在文创法里面, 也通过了这个体验券, 我们会在明年开始, 会去发放义文的体验券, 然后以及这个差价补贴, 我想这些措施都是在短期之内, 会带来很大的刺激, 就是让这个消费人口, 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成长, 我们希望长期跟短期的措施, 我们并重, 然后, 我们也随时在这些活动的办理当中, 我们是每一天, 每一天, 我们都是要注意他们这一个所谓市场的一个接受度, 我们也要随时的改进, 常常呢, 就像我们的这个所谓旗舰计划, 六大这个生活, 这个这个艺术生活园区, 文化园区, 那么在台南市的这个动漫园区, 就这样子举办了一个活动, 然后就销声匿迹, 听说你们现在还要再做, 往不同的方向去做了, 也就是说呢, 我就要告诉您的是, 您竟然是旗舰, 那么旗舰为什么还请着这个日本的动漫大师来做指导, 那个也就是, 不会有一个一个一个, 我有台湾本土产品的一个, 一个感受了, 那么那一天我也参加了活动, 那么一些学生群, 但是主体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, 因为觉得感觉很陌生, 在这一方面, 也就是说您所推出的任何的一个活动, 我想应该每天每天, 每天去关注它在市场的一个接受度, 才能真正的走入基层, 让这个活动能够一个成功, 那诸位, 接下来呢, 我再有一个事情再请教您, 您认不信是流星花园? 有没有听过流星花园? 我听过, 这是一个偶像剧, 是的, 那么流星花园呢, 是出自于日本非常流行的一个漫画, 那么呢, 这个漫画呢, 那当时候呢, 就就在亚洲的非常大, 在造成一个风潮, 非常风靡, 那么那时候呢, 台湾的这个影艺剧呢, 就是查重金, 下版权, 那么, 就拍了, 拍了这个偶像剧, 造就了谁? 造就了F4, 是吧? 那么呢, F4呢, 在出唱片啊, 这个做广告啦, 拍电影啊, 然后增加了很多怎么样, 增加了很多影剧的这一个产业的一个收入, 还有他们个人的财富, 然后呢, 再反攻回日本, 他们也拍偶像剧, 然后呢, 韩国也跟着流行拍偶像剧, 我告诉你, 韩日啊, 追星到台湾来, 又造成我们的观光产业增加, 2007年, 因为F4呢, 替观光局代言, 在2007年增加了我们的观光产业11亿, 也增加了这个三万多个这个日韩的观光人口, 这些都是因为创意, 是吧? 因为创意而增加出来的周边的效应, 什么样子叫做一个创意? 我这个事情,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 它的original并不是来自于台湾, 是来自日本, 对不对? 我想, 什么叫做创意? 主委,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, 什么叫做创意? 这个意向是怎么样去解释? 我想大概就是把一个现有, 的东西, 经过一些创意的组合, 就是排列组合, 能够给它一个新的生命, 去除掉ラ人的时候, 能够给你带来人家的力量, 小一点, 不得不疼 wait, 我们先不把那些人的名字, 更陆够给我们的攻击一对头,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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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